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2022年第四个季度的财报显示,首次打破历史极值,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 数据统计,2022年营收达新台币两兆2638.91亿元,较2021年同比增长42.6%,毛利率为59.6%,较2021年增加8个百分点。 税后净利润达新台币一兆165.3亿元,较2021年大幅增长70.4%,EPS也达到了新台币39.2元的。 新高纪录。 此外,台积电也预估2023年的资本支出,将介于320亿美元到360亿美元之间,较2022年持平或减少12.5%。 其中,70%用于先进制程,20%用于特殊工艺,10%用于先进封装、演磨制造及其他。 2023年折旧费用预计同比增长30%,主要是由于N3制程的量产。 在税率方面,台积电财务长表示,台积电今年税率有利因素包含产业创新条例, 即近日通过的台湾版晶片法案,有望使平均税率压低到15%,较往年的约18%至19%有所下降。 从台积电公布的财报来看,台积电2022年虽然整体上保持了不错的增长, 但是四季度的业绩环比增长已经大幅放缓,并且从对于2023年一季度的业绩指引来看, 营收将环比下滑14.1%至18%, 毛利率及营业利润率相比2022年四季度都将出现下滑。 显然,台积电也开始受到了全球半导体市场下滑的影响。 台积电财务长既发言人表示,尽管台积电领先业界的5nm制程持续放量, 台积电第四季的营收表现仍受到终端市场需求疲软, 以及客户库存调整所带来的影响。 对于2023年第一季,因总体经济情势依然缠弱, 预期终端市场需求持续疲软,产能利用率较低, 三大米量产初期也未达经济规模, 客户进一步的库存调整等诸多因素叠加,影响了台积电业绩。 台积电总裁魏哲佳称,去年不计记忆体晶片的, 全球半导体产业营收同比增长约10%, 全球晶圆代工业营收增长,成长27%, 台积电2022年营收约758.8亿美元, 同比增长33.5%,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不过,从2023年全年的预期来看, 魏哲佳表示,目前预计2023年全年, 记忆体晶片之外,半导体产业将下滑4%, 晶圆代工产业则下滑3%,台积电会持续微幅成长。 魏哲佳解释称, 首先台积电,包括7奈米及6奈米的N7制程节点家族, 过去两年来自大流行, 刺激PC与智慧型手机戏剧性成长, 但在2022年下半年库存调整影响下, 使得2022年四季度台积电7奈米加足, 调整幅度目前看来比2022年三季度更大。 产能利用率不再处于过去三年的高点, 估计需要数季时间调整, 预期今年下半年需求渴望回温。 在回应外资提问时, 魏哲佳还提到, 库存调整去年就已经发生, 去年第三季就看到相关情况。 目前,台积电看今年下半年将维持正面看待, 预计半导体产业景气有望于今年上半年触底, 下半年应可健康复苏。 除了3奈米会是今年下半年复苏因素, 还有下半年新品发表, 以及高效能运算、HPC、 人工智慧、AI与电脑领域应用。 台积电将倾听客户对能源使用效率的需求, 持续提供价值。 魏哲佳表示, 虽然过去大流行刺激的戏剧性成长将不会再次发生, 但台积电在5奈米与3奈米技术领先, 乃至未来2奈米带动下会准备就绪。 具体来说, 台积电N3节点的3奈米工艺去年第4季量产, 升级版3奈米工艺N3E节点制程将于今年第3季量产。 计划2025年在新竹和台中量产N2节点的2奈米制程。 魏哲佳预估, 今年N3及N3E将贡献中各为数百分比, 约4%至6%营收。 营收贡献将高于5奈米制程量产第一年的贡献, 预计N3和N3E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流片量是N5的两倍。 另外, 预计在高效能运算HPC和智慧型手机应用的推动下, 2023年、2024年、2025年即以后, N3制程的需求会持续强劲。 N3制程未来会是台积电的重要制程节点, 未来台积电总收入的CAGR约为15%至20%。 台积电总裁魏哲佳在法说会上还首度证实, 台积电考虑在日本新建第二座晶圆厂, 同时也在评估在欧洲建车用晶圆厂的可能性。 魏哲佳表示, 台积电正在日本新建一座特殊制程技术的晶圆厂, 该晶圆厂将采用12奈米、16奈米和22奈米、28奈米制程技术, 计划于2024年末进入量产。 台积电亦考虑在日本建造第二座晶圆厂, 只要客户需求和政府的支援水准合乎情理。 与此同时,魏哲佳还透露, 在欧洲,台积电正在与客户和伙伴接洽, 将根据客户需求和政府的支援水准, 评估建立专注于车用技术的特殊制程晶圆厂的可能性。 实际上,台积电代表团曾已于10月前往德国Saxon, 讨论在那里建造晶圆厂的可能性。 几周后,台积电称目前没有计划在欧洲建厂, 但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随后台积电还在此派高级人员, 前往德国Dresden考察在当地建厂的可行性。 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期报道称, 台积电将会在今年还会派出一个额外的代表团抵达德国, 就是否斥资数十亿美元建造一座, 预计最早在2024年开始建设的工厂做出最终决定。 德国Dresden拥有欧洲最大的半导体机群, 因此又有德国系骨Silicon Saxony的别名。 英飞灵、恩智浦、格罗芳德、博士等晶圆制造大厂都有在当地设厂。 除了计划在日本和欧洲建新晶圆厂之外, 台积电在中国正一计划在南京扩产的28奈米制程技术的产能, 也将持续恪守所有规章制度支援当地客户。 总体来看, 未来台积电位于台湾之外的28奈米机以下, 先进制程的海外产能将会持续增长。 台积电表示, 依据客户需求和政府支援力度, 台积电28奈米机以下的海外产能, 可能在5年或更长时间内, 在台积电的28奈米机以下总产能当中的占比达到20%或以上。 台积电此前在美国投资人日活动上, 已放出相关消息称, 在台湾大本营持续扩充先进制程的同时, 长期规划的海外产能未来将达到总产能占比的20%。 外界预计, 相关占比有望在2027年至2028年前后达成。 去年12月, 台积电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期晶圆厂, 召开首批机台进场典礼, 预计2024年开始投产4奈米制程。 同时, 台积电还宣布, 在亚利桑那州晶圆厂启动二期工程, 预计于2026年开始生产300米制程技术。 两期工程总投资金额积增至400亿美元。 对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工厂成本, 远高于台积电在台湾的晶圆厂的问题。 台积电表示, 成本差距的主要原因是, 建筑和设施的建设成本上, 美国晶圆厂比台湾晶圆厂高出4至5倍。 高昂的施工成本包括了根据职业安全和健康法规获得许可的人工成本, 近年来的通膨成本以及人员和学习曲线成本。 因此, 海外建厂的出市成本就会高于台湾。 台积电强调, 虽然海外晶圆厂的歧视成本高于台积电在台湾的晶圆厂, 但目标是管理和最小化成本差距。 台积电的定价将维持策略性以反映自身的价值, 其中一包含在地域上的灵活性价值。 同时将利用大量生产、规模经济和制造技术领先的竞争优势持续降低成本, 台积电也将继续与各国政府密切合作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台积电指出, 通过采取这些行动, 台积电将有能力吸收海外晶圆厂较高的成本, 并且无论在何处营运, 都持续作为最高效和最具成本效益的制造服务提供者。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